上一个月的月底呢 我带家人去菲律宾玩了十天 我带了我的Leica Q 也带了天国Pro 2 锤子最新的手机 当然了全程你们也知道了 如果你关注我的微博 全程Leica Q都在吃涂 一张照片都没有拍 我全部都是用手机拍的 而且我有分享很多的照片到微博上 回来之后呢 有很多人喜欢这些照片 然后我12月12号的时候 还发了一个微博 问大家说 如果我把这些tips 是写成一个博客的文章好 还是拍成一个舞蹈子好 这期就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用手机拍照的两个tips 第一个tips 为什么我们喜欢用手机拍照 就是因为它很小 很方便携带 它随时可以抓拍 对吧 我以前是用单反 后来觉得单反太麻烦 太复杂 你出门还要带镜头 还要带相机 所以我买Leica Q 这个不可以换镜头的 而且这个显然比加农的单反 要小很多 但是用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大 你每次背在身上还是很重 你每次拍的时候 当你看到想要拍的东西 你把这个相机拿出来 打开 然后调好光圈 然后爬拍 在这个反应时间 你会错过很多很精彩的瞬间 既然手机反应速度这么快 那么能不能拍的好照片 就靠眼你的眼睛 就看你能不能抓住 你眼前的瞬间 所以你随时都在观察 随时都在看 什么时候突然你觉得 这个镜头 这个moment 这个时刻 突然你觉得特别美 或者是特别棒 那么你就赶紧的拿手机来拍摄 我拿几张照片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在去 菲律宾的飞机上拍摄的 因为我们check in的比较晚 所以没有办法坐在同一排 我坐在了后面 然后呢 他趴在飞机的悬窗上往外看 这个时候光线就比较好看 因为从飞机内外的光线对比 非常的强烈 如果我对焦是在阿什的脸上 是在很亮的部分的话 其他的部分就会变得很暗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拿出手机 拍了这张照片 这个是我们到了菲律宾 我们要在马尼拉转机 我们住在酒店 我们第二天早上要出发去机场 然后再等电梯 等电梯的时候呢 他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 然后阿什就趴在窗户上往外看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 在他那个玻璃上 看到了阿什的一个倒影 所以我就赶紧拿手机 拍了一张照片 其实这个是经过裁剪的 在一闪里面加了一个滤镜 然后做了一些裁剪和矫正 原图是长这样的 可以看原图感觉稍微比较凌乱一些 而且你看 这条线是歪的 这边这个电梯门也是歪的 然后还有鞋子 窗外倒影 阴影很乱很复杂 很杂乱 这里还有天花板的那条线 等等的 所以我把它在一闪里面呢 我就做了一些裁剪 把四周不必要的东西 给它剪掉 突出中间的这个主体 主要是阿什的 你看手的这个地方 还有点发光的感觉 然后呢 把做了一个矫正 然后包括电梯的门 这些线都是上下都是很直 横平竖直 然后把鞋子 其他的地方不必要的东西 全部去掉 这样的话整体上看起来就干净很多 这张照片是我们从 马尼拉转机到了多马盖地 我们要到的这个小岛 然后呢 出飞机的时候 从飞机刚刚走出来 因为走出来之前 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的景观 我们走出来一看 我觉得哇 这个机场和别的机场 看起来很不一样 因为特别的自然 周围没有很多的建筑 而且呢 姗姗拉着阿什一起走出来 我觉得这个瞬间特别好 我就赶紧把书记掏出来拍这张照片 虽然手机很方便 拍这张照片 还是有一点晚 可以看到他们已经走得比较靠下了 但是还能看到 姗姗拉着阿什的手 如果是用相机的话 这张等会放下行李 掏出来相机打开 他们早都已经走到下面 就没有办法拍这张照片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抓拍的很好的例子 这张照片我也发到微博上了 这张照片是我们从机场做了一个提前订好的车子 去我们住的酒店 然后在车子上的时候呢 你看原片是这样的 在车上的时候我就回头看阿什 一看他趴在车窗上再看外面 这个时候因为刚好是下午傍晚的时间 西洋西下 然后这个光线特别好看 加上他的这个车玻璃有一层应该是红色的镀膜吧 所以也不知道是因为光线还是什么 我回头一看 我一看哇阿什这个头发和这个脸上都是红红的 有一点金黄的这个颜色特别好看 我赶紧拿手机就拍了这张照片 和前面那个等电梯的照片有一点像 就是我就把它四周不必要的东西裁剪掉 然后给他加了一个滤镜 调了一下颜色 这样的话就更加突出了 你看这里面有阿什的影子 他的脸 他头发上光也更加的亮 而且照片相对看起来也会更加的干净 更好看一些 这张也是一个转拍 这是有一天中午我们吃完饭 在往酒店的房间里面走 我们走的时候 其实我是走在他们两个的后面 但是我看到地上很多斑驳的树影 然后很多树 我觉得这个环境特别的美 然后我就赶紧跑到他们前面拿出来手机 开啥拍了这张照片 整个这个过程中你看他们都是很自然的在走 山山在给阿什第一片树叶 这个过程中没有说摆拍 说你们在这里站一下比一下 剪刀手 没有就都是非常自然的 他们在走 只是我突然觉得 这一棵很好看 这个地上的树影很美 然后我就赶紧跑到前面拿出手机 拍了一张照片而已 所以找到这个样的时刻也特别重要 这张就是前面那张的后续 可能我们走了几分钟 走到了住的这个resort 然后呢 因为有一个游泳池 我们是从海边走回来的 阿什脚上有一些沙子 他就说 我要到那个游泳池里面去冲一下脚 他就自己跑到这个游泳池 坐在那把脚放到游泳池里面 然后我突然觉得 这个画面左右特别的对称 而且当时天空也很蓝 空气也很好 很好看 所以我就赶紧拍了一张照片用手机 其实原图呢 没有这么正 因为阿什 因为小孩子他不可能坐在那里 很老实等你拍照的 他可能这一秒在这里玩水 下一秒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就掏出手机 差不多取景拍了一张 然后后期又经过一些 在一闪里面的旋转和裁剪 把这个照片做到一个很水平 而且很对称的一个效果 这张照片是我们在另一个小岛 我们住的这个resort也有一个游泳池 我们在游泳池里玩的时候呢 我在水池里面 阿什坐在水池的上面 我突然觉得阿什的脸上有光 因为是游泳池在这个太阳斜射反光 游泳池反射的太阳光反射到了阿什的身上 就好像是在影棚里专门有一个反光板的效果一样 所以我就把手机拿过来在下面 从下面往上的角度拍摄了一张照片 可以看到旁边有很多水珠 然后阿什的脸上身上是很亮 这个就是因为游泳池反光 所以这个光线就感觉 看起来不像是自然光 但它确实是自然光 这又是另一个瞬间 是我发现它脸上有光 然后我就赶紧拿手机来拍了这么一张照片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我游了一会儿 我刚刚从游泳池的那个楼梯爬上来 爬上来我往回走的时候 我看到珊珊坐在那儿正在玩手机 然后我看见它的身上 你看它的身上也有 包括它坐的这个椅子也有很强的反光 这个是后面的海面反光反过来的 所以看起来呢 就特别像是在影棚里专门打的光 就是看起来特别不像自然光 但它确实是自然光 所以我也是拿手机赶紧把这个拍下来 这个光线的效果也是特别好看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很不一样的光线 这个瞬间 所以我赶紧拿手机把它给记录下来 这个是可能又玩了一会儿 然后天色有一点晚了 我就躺在泳池的旁边在那里休息 然后珊珊要去海边可能看一下去找阿什 然后我就躺在泳池的旁边 歪过来脑袋看它的时候突然就看到了这个瞬间 西洋西下同样和前面的那张树的照片是一样的 都是逆光拍摄 所以我的对焦点就选在很亮的地方 近处的人的剪影就全部都出来了 所以我就赶紧摸过来手机 我姿势都没有换 我就是躺在泳池边拿起来手机躺着 拍了一张这样的照片 这个也是一个瞬间 天色晚了以后呢 酒店的工作人员会在他们泳池旁边 点上一些小的这个 这个也不叫火吧 就是点一些小的火焰吧 然后我就凑到那个火的旁边 因为我看这个火燃烧的时候是很美的 很好看的 这个图案这个图形是变化莫测的 所以我就走到前面用手机给这个火拍了 当时拍了有多少 拍了四五张照片吧 然后我觉得这张是最好看的 这里有一些烟的细节 而且这个火的这个形状也是最好看的 其实这个火很小的 你看后面的照片看到了吗 就是在后面的这些很小的火 但是我觉得这个火很好看 我当你离它的距离足够近的时候 你就会拍到这样的照片 这是我们游了一个下午 准备要回房间离开的时候 西洋西下 我们看到这个西洋洒在泳池上 这个瞬间光线应该是一天中最美的时刻 然后看到了这一刻 就赶紧把它记录下来 去海边玩 然后而且换好衣服 还没有下海的时候 你看这个时候看到这个树叶 有一些树叶是透明的 透光的很绿的 有一些是深绿色 有一些树叶是黑的 因为有太多树叶 把阳光全都遮住了 地上有一些树影 远处是蓝色的海 蓝色的天 阿射站在中间 这些都是瞬间 包括像这张照片 这是我们要回上海的前一天晚上 我坐在阳台上 在阳台上用电脑工作 然后我抬头来一看 哇这个太好看了 这个就是夕阳快要下去的时候 我能看到远处所有的这个树木的剪影 然后我就赶紧拿手机来拍 所以前面刚才说到的这些所有的照片都是 我要分享的第一个tips 就是瞬间为什么要用手机拍照 手机拍照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可以抓住瞬间 刚才说完的瞬间 现在开始分享第二条tips 第二条tips 就是你可以试一下往下拍 为什么向下看 因为我们知道你拍照的时候 背景越简单越干净 照片越好看 很多时候你拍出来照片 如果背景很杂乱的话 你照片就很难让别人觉得很舒服 所以有 但是呢大多数的时候背景是不受控制的 背景你比如说有树有房子 有建筑有人 你没有办法 那么怎么办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向下看 因为你一般从上往下俯拍的时候背景都是很干净的 因为只有地面 这张照片是我们刚到多马盖地住的酒店 然后我和珊珊在办酒店的check in 这个时候呢 酒店工作人员有一个小孩 看到阿舍的这个汽车的小旅行箱很有意思 然后就过来凑过来跟阿舍一起玩 然后阿舍就开始给他演示自己的汽车的小旅行箱 这个时候呢我就因为他们是趴在地上玩 所以我就拿手机从上往下拍了一张照片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背景构图非常的简单 只有地面干干净净中间就是两个小孩子 这样的话照片相对就要好看一些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去当地的市场 然后逛当地的市集 当地的市集也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然后在地上看到有卖鱼的 这个时候也是从上往下拍 因为它市集里面特别的嘈杂 什么样的人都有 卖什么东西的都有乱七八糟 但是你从上往下拍的时候 然后你在加滤镜的时候 比如说你做后期处理的时候 你再给他加一个暗角 把四周变黑 就可以更加的突出你中间的这个主体 这张是在游泳池里面给阿舍 从上往下拍 背景很简单 只有水干干净净中间一个人 这张是在酒店的游泳池旁边的草地上 阿舍跟珊珊在玩 然后你看从上往下拍的时候 背景只有草地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 中间就是人 所以如果你也想拍出来背景很干净 很清爽的照片就试一下从上往下拍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两个tips 很简单 其实呢 用手机能不能拍出来好照片 跟你用什么手机关系不大 你想 你用手机拍的照片 大部分人都是在手机上看 手机的屏幕就那么大 对吧 而且你把这个照片 你再加一个滤镜用做突然间 然后你再传到微博微信 微博微信还会给你压缩 压缩成不成样 然后你说能有什么区别呢 真的看不出来 肉眼真的看不出来 你说谁会把手机拍的照片 放到电脑上 然后再放大 然后再去比较 看你的噪点 看你的细节 没有人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除了搞评测的人 所以还是多花点时间 从生活里头找出来一些 很美的瞬间 希望你也可以拍出来很美的照片